红烧提榜 这是福建民间一道经久不衰的传统菜之一 主料选用 提榜1000克 辅料有干辣椒 葱姜结 八角 桂皮 丁香 调料选用 精盐 白糖 味精 烧酒 酱油 将各种香料放入纱布中 包扎 将提榜放入水中焯水 在提榜上涂上酱油 烧酒 涂抹均匀 提榜要先修制成形 刮净猪毛 去除污垢 然后再焯水 锅内放油 烧至八成热 放入提榜 在油中炸到提榜的皮起皱的时候捞出 锅内留底油 放白糖 炒出糖色 水 放入蹄膀 烹入料酒 酱油 放高汤 放上香料包 放上香料包的袋口一定要记紧 盖上锅盖 焖至两小时 掀开锅盖后 剪去料包 将蹄膀装入容器中 蹄朝上 焖至蹄膀的时候 要掌握好火后 用油炸一定要用旺火 微蹄膀的时候 用蚊火 锅内的圆汤汁 用湿淀粉勾芡 锅内的圆汤汁用湿淀粉勾芡 锅内的圆汤汁用湿淀粉勾芡 红燕锅 手